好,那再來的話,我們那個這個程式撰寫,因為剛剛也有同學,其實因為他可能以前有學過VB,舊版的VB,就會比較知道說那個舊版的VB,有那個所謂的控制向陣列,所謂控制向陣列就是說很早以前才有,如果你以前沒有學過VB6以前的版本,大概不知道這東西,就是說你比如說你今天那個Checkbox,你就貼上一個之後的話,你再貼上第二個,他就會問你說要不要變成 就是所謂控制向陣列,那這個控制向陣列的好處是說你可以跑圍圈,你就可以把裡面,你比如說你要知道這邊有四個項目,這四個項目裡面,檢查有沒有打勾,有打勾的話,那就是把他的值抓出來,這樣子我們才可以把要秀的時候秀出去,可是在那個DUNET之後,抱歉他就沒有所謂的控制向陣列這種東西了,所以很多那個 以前用這種方式撰寫程式的工程師就頭痛了,因為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那其實如果說我們用像DUNET方式的話,就變成說,雖然沒有控制向陣列,但是呢有什麼呢?有物件 有物件的觀念,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我們可以把 我們可以宣告一個那個list item,就是我們可以把項目丟給 這個item暫時存放 然後等到跑完之後呢 再看下一個,再把 就是每個item,這個項目 先暫時放在那個item物件裡面 然後等到check OK,跑完之後呢,再跑一次,再把那個第二個item,這個第二個項目,再放到那個item物件裡面,然後再check一下,就是用 等於是一個暫存的item,去做一個檢查的動作 那這種方式的話,在那個新版的DUNET其實是蠻廣泛的,就是說 他有點像是,雖然他本身 控制向不能做為陣列,可是呢,我們可以利用暫存的 這個這個 物件來做,或者是說用那個物件陣列也是可以的 好像這一題的話,我們是可以用那個物件,那我們來看一下程式要怎麼撰寫 首先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點兩下之後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會觸發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跟前面那個dropdownlist跟radiobuttonlist一樣 就是slateindexchange 那裡面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話,有幾個部分比較特殊的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我們在label上面要顯示什麼訊息 那比如說呢,我這上面 宣告了一個count 技術 這個技術部分的話,就是由 你到底喜歡幾個項目,我會做一個count動作 然後呢,再來 第二個是說呢,我在那個label裡面呢 顯示出你喜歡上,中間這邊加一個空白 空白 然後呢,再來就是我們用for each的方式 那所謂for each 前面我們有 有for,好像有for的範例 那for each的話,主要用在那個所謂的 這個這個正列裡面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在in 後面就是這個item 那